各位朋友大家好,欢迎访问老洋生活知识频道,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,请你一定记得点个赞,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,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 大家看我这边呢有一颗月计划,本来是开的挺好的,最近突然发现上面的叶子都没有了。 所以今天给大家看看,为什么这些叶子都没有了。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呢,养了很多,非常小的。明天早上呢,这个叶子就全部就要吃掉。 这个残,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叶子了,它还在这个树干上爬着。 还有一只虫子。 看它们在这里。 它们的动作不是很大,它就趴在那里非常享受的,慢慢的一口一口把这个叶子吃掉。 然后大家可以看它的尾巴还撬在上面。 但是非常稳固的,牢固的,贴在上面。 仔细看,挺漂亮的这个虫子。 看上面有花斑。 上面有几个,一二三四五六,有这个侧斑。 在背上呢,这边这个,我们可以看到,背上呢有很多小斑点。 这是这边这上面爬了一个。 近看,这上面还有个头。 对吧? 这个小圆的。 这边有三个。 现在更近景。 看得更清楚一点。 上面这两个。 这正好是不同的三个不同的方向。 一个呢是背部,中间这个是侧面。 那边呢可以看到它的腹部,正好翘起来。 这样颜色就比较好。 润绿润绿的小虫子。 看起来非常漂亮。 近景摄影呢,要求固定的要非常好。 固定不好呢,它就容易抖动。 好了,咱们再看看这一个。 这颗因为从它头部才照进来。 看起来更加不一样。 然后到上边呢, 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。 这个树叶呢,已经被它完全吃光了。 它仍然趴在树叶的枝头。 蚕食那些最后一点。 我们为什么叫什么东西被蚕食? 这个蚕食东西呢,它是一点一点吃的。 它不是像其他的动物大口吃的。 蚕食呢,意思就是一点点吃掉。 这上面的叶子呢,已经被完全吃掉了。 哎,这个叶子呢,比较完整。 这个蚕呢,大家看了头部。 它现在头部呢,在动。 再向右侧动。 它呢,也是一点一点点来蚕食这个叶子。 再换个焦度来看看这个蚕。 因为它正在动。 哎,大家可以看它的头呢,向左边移动了。 下面还有它的脚,抓得非常牢。 哎,看着那个小,像手一样的东西。 前面两个脚,左边的两个脚。 它从下面抓着个叶片。 这样呢,它整个躯体可以牢牢的浮在这个叶面上。 然后它的头呢,可以到前面去。 一点一点蚕食这个叶子。 咱们再近一点来看。 非常漂亮的蚕。 现在用近摄镜。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动了。 刚才不是近摄镜呢,你还看不到它的轻微的火动。 用这个近摄镜,大家可以看就更清楚了。 前面它的头,对吧。 然后呢,有好几个脚在行走。 它的脚的尖端呢,非常尖。 牢牢的抓着这个叶子。 哦,这尾巴翘起来了。 按个角度来看看。 好了,它现在呢,从上面掉下来的。 它用的三个脚,三对脚吧。 紧紧地抓着这个树叶,使它的身子不注意掉下来。 然后它的尾巴后边呢,轻轻地翘在里。 前面这是它的头。 好了,咱看看上面这三个小精灵。 这是其中的一个。 从这边呢,你能看到它的背部。 很有意思。 它的这个尾巴呢,总是在上面翘着。 然后呢,它爬在叶子的侧面。 一点一点的蚕食这个叶子。 大家可以看,它前面呢, 这三对脚,紧紧地抓着这个叶子的两面。 然后它的头呢,紧紧地贴在叶子上面。 然后用它的嘴一点一点,把这个叶子给吃掉。 所以说,这就是我们俗称的蚕食。 咱看看这边两个小蚕蚕。 这是呢,其中的一个。 它是爬在这个叶子的上面。 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在这里吧, 这个呢,把尾巴高高的翘起来。 咱们再看看这个另外一个叶子上, 已经把吃的光光骨的一个叶子。 它非常有意思。 看它在吃的时候呢,它的尾巴高高的翘起来。 然后它的头部呢,仍然是前面三对爪子, 紧紧地抓着这个叶子的茎。 然后一点一点将这个叶子吃掉。 动作非常慢。 这是另外一个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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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